大家好,欢迎收看元宝下午4点的吃播 这个胡萝卜应该很贵,我第一眼就想吃掉它,否则我平常都直接掠过 果然很好吃,但这全都是我的,你们想吃就自己去旁边拔一根萝卜吧 我的嗅觉很好,吃完萝卜又闻到窝窝头的味道,我要过去大口吃掉 最近的窝窝头很好吃,以后记得多给我一点,我还在长大,每天都要吃很多 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要躲在叶子后面慢慢吃,才有安全感 蝴蝶还真多,因为我太可爱了,蝴蝶都想在我旁边飞来飞去 今天窝窝头买一送一吗?隔壁还有一个大块的 难道这就是人类说的小确幸吗? 大家不要在晚上看我吃播啊 不然你会不知不觉想跟我一起吃,然后你就越来越胖 可惜我一直掉蝎蝎,如果有围兜兜给我穿就好了,我就可以舔光那些窝窝头碎蝎,这样才吃得过瘾 大家等等我,我需要时间消化一下,你们拍照手很酸,这时候就暂时休息吧 我不会突然暴冲或爬树的,不用怕错过精彩镜头 怎么有泡泡飞过去? 附近小孩在吹泡泡吗? 听说人类小孩很喜欢玩这个东西,改天要不要教我玩 但我玩之前必须吃爆爆,我来看看保育员今天准备了什么点心给我 这笋子看起来很大一颗,保育员真大方 绿竹笋季节要来了,希望以后每天都能吃到 如果妈妈跟姐姐不吃,可以留给我当宵夜吃 听说熊猫哗哗吃笋子有够慢,还会被其他熊猫抢走 不过我吃笋子的速度超级快,你们说不定还要掉慢影片速度来看 这真是熊煎美味啊 以后猫熊馆二楼餐厅开张,我希望里面多一点笋子的料理 因为这道菜你们人类也可以吃 这样你们就不用看我吃饭了 而是跟我一起吃饭饭,大家一起吃吃喝喝,一起吃播最开心 如果有人不喜欢吃笋子,记得交给我,我全部吃光光 吃火锅 一点白湯 家人 是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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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